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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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八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家请放掌 今堂就是和大家分享三时系念的第二堂 上一次就和大家解释一个 你们三时系念第一页的标题 中风系念法事三时传习 中风就是作三时系念的中风禅诗 系念的意思是一心念专心法事 三时就是分三个时段 讲完之后我们再回到第二页 二页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特别 如果大家有参加法会 开始的时候 是否通常都是怒香赞的 为什么会会戒定真香呢 如果有些法事开始要去祖堂 要洒淨 会唱什么赞 要洒淨 但是为什么会戒定真香呢 有没有想过 大家有没有参加过三时系念 有没有参加过 有部份有参加过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参加过很多的法会 都是怒香赞的 开始 为什么会是戒定真香开始呢 因为中风禅诗 他就觉得 我们以一个很虔诚的心去献这个香 这个香呢 如果我们灌上香 什么香是最清的呢 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好好修行 要修得好 我们就会觉得 修行呢 你修得好 为什么修得好呢 诸恶莫作 众善逢行之 以正旗意义诗诸佛教 就是要怎样 好好修好自己的本分 那你怎么修好自己的本分呢 佛陀和我们说 佛在世事 依佛为师 佛入灭了 依什么为师 依戒 是的 现在是一堂比一堂进步 有反应 这就是一心是怎样 就是专心上课 就会说这些什么 你们要投入 就会 脑子就会活 就会是正念 不是玩网念 我一会跟着床 你去哪 哎呀 我还欠什么美族 就不会走了 网念就少了 为什么要唱这个戒定真相呢 就是因为中风小说觉得 我们以一个很智诚心 以一个很清香 那戒 由戒 首先一个意思就是 戒香代表清净 以一个很虔诚、很清净的 来开始我们这个法事 还有就是说 我们由戒生定 由定、法、慧 这样我们以一个戒定、慧 这个三毛流学是学佛最基本的 我们每一个佛弟子需要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以一个戒行头 令到我们很表示、很专心、很谦诚 因为时间关系 上堂跟大家说过 其他的那些赞 我就不会和大家去解释、分享 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只有六堂课 好 接下来我们的一首《国海虚空起》 《梭婆热浪流》 《若人登彼岸》 《极乐有周寒》 《国海》 《国》 大家都知道了 《国》 《国》 《国海》 形容我们本身的国性、智性 智慧如大海 这是其中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意思 大家有没有想到海有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 除了它是很广、很大之外 海的深量如大海 为什么是深量如大海 是不是一辈子大、一辈子广 大家想想一下 海里面 除了有我们很喜欢看海里面的 鱼、或者微生物、山湖、有生命之外 还有什么呢 垃圾 是不是 海里面说 我只要这些鱼黑鞋 要漂亮 让别人来看我 哇,海景多漂亮 是不是只是 放这些这么好的东西 不是 海的深量 特别是深量很大 你把它放进去 照样 海就不会丢出来 最多那些死尸 它就浮在上面 在上面 那 所以意思就是 它能够包含 心的广阔 能够包含了什么 好的也有 不好的也有 所以 我们众生 为什么会在这个 其实 经常说 我们人人 都是本具佛性 所以 世尊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 打坐 误到地理 误到地理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为什么会 佛陀成佛 是佛 为什么我们还是众生 因为 妄想执着 所以 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本性 看不到自己的自性 所以我们是什么 下一句说 疏破叶浪流 我们就是什么 就是好像浪 随着什么 随着我们所造业 在飘流 其实众生和佛有没有分别 就没有分别 就好像什么 好像海和浪 有没有分别 当它平静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海水 但是当我有风吹来的时候 变成海浪 那些海浪 有海浪的时候 你看到海里面 任何一样东西 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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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不到 为什么 海浪遮着 波涂 汹涌 遮着 看不到 就是说 我们众生 由于自己做的业 所以在六度 不停随着业 那些业量飘流 所以下一句说 约人灯彼岸 如果我们任何有生命 不停随着业 你叫狗 猫 它没有这个根性 所以 人是一个代表 约人灯彼岸 就是有生命的 明白 道理的 懂得分辨的 有知识的 那些 我们以人做代表 想灯彼岸 经常常形容 我们生死叫什么 此岸 是吧 我们要解脱的 就是涅槃彼岸 所以说 如果有人 想去到涅槃解脱的彼岸 要怎样 极乐由归航 极乐世界 亦是彼岸 为什么 因为去到那里是怎样 阿弥陀佛愿令 阿弥陀佛愿令 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众生 能够去到那里 是怎样的 不退转 你去哪个世界都没有那么好 这个是什么 阿弥陀佛愿令 你们愿不愿意去 当然去 是吧 这么好处 去到那里 永不退转 去到任何世界 尤其是在六岛 就算是天那里 福布享尽 还需堕落 不是说 我这么有福气 做到天 那里不会做业 为什么做要堕落 有没有搞错 不是 因为你过去生 你不只是做好事 做善而已 只不过 你做了很多好事 很多善事 力量大了 强了 成熟了 所以你现在受报 但是过去做了这个 要不要受报 要 只不过你现在的福布强 他先感应 就好像你种菜、种花 是不是菜快一点 又收成 你花 你要久一点 所以这些只是快和慢 如是恩、如是果 善恩、善果 恶恩、恶果 一定的 所以 唯有是解脱了 你才不受这个 恩的六道里面的轮回 所以说 基督律世界 是悲哀 去到那里 你就解脱生死 轮回苦 所以 你要去到涅槃 去到基督律世界 不用担心 有船 或者有些念佛人 我念佛都念了很多年 我又参加了很多的佛七 我好像一点都没有得益 又好像对未来 我将来 我会不会去到极乐世界 没有信心 好像我上头问 你们去阿弥陀佛有没有信心 说完之后 都是灵头 这些为什么 信心不够 这里告诉你 《逆乐世界》有船 就是告诉你 有很多艘船 叫做世界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念佛的人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搭不到呢? 你没有存钱去搭 搭船要付钱 哪有这么便宜 不用钱搭船 就算是长子 也有两元 是不是? 都要有一个资格 是不是? 那这个资格是什么? 就是往生之略 信愿行 哦 信心又不够 愿力又不够强 就是上去 行不行? 好像大食懒的二世祖 一味呢 出世就是这么多钱 一味花钱 用不花钱 洗完就尽了 你过去的福得一圆 洗完就尽了 要什么? 要存资粮 你想做任何事 这个信愿行 不但只是收静土的资粮 有思想 开始 读书 做事 你是不是要有信心 有愿力 有行动 你才可以达到 不论你工作 要提升自己 要有成就 你受生意 要有利润 都是要怎样? 要有信心 你买那样东西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买的 哎呀 这家店 也不知道那些风水好不好 到处都不知道 要不要走 如果你没有很大的 这个目标 对这个目标 有信心 有愿力 有行动 为了达到这件事 我付出行动 从着这个 它需要些什么 要找到很多人客 做生意 要找到很多人客 找到很多资本 从着这些目标去做 是否达到? 是否达不到的 所以 信愿行 经常说 缺一不可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 缺了信愿行 也是不成功的 所以这句子说 国海虚空气 梭婆叶浪流 若人登彼岸 極乐游洲归航 比如呢 極乐世界 不是很遥远 也不是说达不到的 它有船 不过我们要存钱 存什么钱? 存他往生 激乐世界 这个搭船钱 信愿行 接着 法事里面 去到灵前 唱清凉地菩萨摩 杀三清 通常去到灵前 往生位都会清凉地 为什么? 因为超度了祖先来说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 第一 被三宝加持的金露水灑了之后 有苦的脱离苦 很自在 希望去解脱 我们念经给祖师 是希望什么? 希望祖先能够解脱 能够离苦得乐 所以 在灵前多数都会请清凉地菩萨 请清凉地菩萨 接着心经 往生咒 变食真言 去超度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要连心经? 有没有想过? 因为我们不知道祖先 他之前或者是修行的 或者是自己有用功修行 也不知道他达到什么境界 我们一般来说 他死了之后 他是一个亡灵 亡灵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人在鬼界脱离不了? 因为执着 如果在鬼那里超受不了 过去都是做恶劫多 所以 心经是什么? 破他们的执着 识不以空 空不以识 识即是空 空即是识 不是有即是没有 没有即是有 既然这个不以是不灵 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有些人说 出街人四大街空 什么都没有 不是 这个空是要告诉他们 一切法 不论人 事物 都是由因缘所生 不是永远存在 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告诉你们 这个空是告诉你们 是由因缘和合而生 也会由因缘散而灭 破执着 所以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我以前的老师 他是当兵的 后来他就学法 他就有参加过一些法事 他就讲给我们听 他说有一次 有位老法师 去到一个地方 就撒净 他就叫他去 他就认识了一个法师 他就跟上去 那 这个法师 去到之后 那个人就跟法师说 法师、法师 他说 哎 我在这里做了很多堂法事 但是 始终 这里那个灵 不是灵气 是那些 灵界的灵 不肯走 那你知不知道他多厉害呢? 法师念 阿弥陀法 他的阿弥陀法 法师念观音菩萨 他又观音菩萨 是不肯走 咦? 法师呢 终于念了什么去走呢? 心经 他做完整堂佛事 念了心经 念了往生就 便吃真言等了之后 走了之后 居士打电话给个法师 哎呀 敢恩法师啊 终于走了 是我在这里 去安安寧寧 是因为这个灵界 这个众生 他太过执着了 但是心经 所以 我这个老师 他是说 学《般若经》 他说《遗色般若》 以前佛教是一位老资教的学者 是佛教的学者 所以他深深地对佛教很深信 而且很专业佛教 哲学呢 他也是说法学方面多的 所以我今时今日 都很记得这个心经 哦? 以前呢 为什麽超道 写《般若波罗诺》的心经 当然是 去超道、去获灵前 就是念了这个 为什麽不特意呢? 还有树神 这些神 鬼神界都用了这个心经 为什麽呢? 要我们破他们的执着 我告诉他 世今万事万物 都是因缘所生 由因缘而灭的 叫灵界的众生怎样? 不要执着 有经就听 听不经 自己超生 不要执着自己的身体 执着自己的身体 只会在这个灵界中 只会飘流 就不能解决 不得出来的 那跟着 念完心经 往生就 然后施食了之后 那跟着呢 唱完的年词赞之后 跟着又有一段开示文了 我们看第八页了 《法王》 《离物》 《卑志》 《雄心》 《普遍十方》 《明阳》 《微甲》 这个《法王》 就是指 《法》 《法》 是指哪个呢? 就是当然 我们在《正土中》 是指什么?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法王》 《利物》 《利》 就是利益 《麽》 就是指一切众生 就是代表了 《麽》 《卑》字雄心 《卑》就是慈悲 因为要道化众生 道化不同的众生 是要怎样? 要有一个慈悲心 不可以爱心的 所以菩萨行菩萨道 要有一个慈悲心 不是爱心 爱心是怎样? 我对你好 你又对我好 大家有情感 有亲情的 大家互相 我又对你好 我又照顾着你 这些是爱心 是有情感下去 是有分别 慈悲就没有分别的 不论你是我怨春寨主 你对我多差也好 我和你多无缘也好 或者是恶缘也好 都一样对待 平等心去对待 这样才能走到这个 卑至雄心 雄大心 好像海那样的心 因为上课也说了 你有智慧 但是没有慈悲 你知会怎样? 执着 执着自己 死俗语讲 真是一盘一眼 这样能不能达到众生? 能不能达到众生 佛陀也说 我们要有方便法门 所以有时要有些需要方便的 行方便法门 这样才能达到众生 但如果你只是有慈悲心 因为算了 算了 算了 不要了 任由他 这个是濫用慈悲 没有智慧 懂得要因 什么时候就要慈悲 什么时候要宅正 好像 世间里面 7月有个渔兰 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外面俗世的渔兰 不是讲佛教的渔兰 不是7月15日的渔兰 他们的渔兰 他们有个很高高大的鬼王 以前那些 好像黄大仙的草云山区 他们会做渔兰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做 我小时候听过他做 他有一个很高高大的鬼王 那他是不是鬼王 在我们佛教里说 他是观音菩萨化身 是道化这些鬼 为什么遇到这么恶 我都害怕 就是要这些鬼害怕 要惊吓他们 让他们申报慰心 来侍服他们 所以有时要严肃的时候就要严肃 有时轻松的时候就可以轻松 要因材施教 所以要卑志伤云 好了 普遍十方 就是这个十方 就是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 就是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上下合共满 就是十方 这个是一个比喻 就是整个宇宙 好了 骗法界的意思 这个普遍十方 明阳未嫁 就是 阿弥陀佛 那个卑志 道化众生的力量 利益众生 那个怨心 是能够怎么样 普遍十方 法界众生 明阳 不要说 哎呀我 就叫这样 上就是天堂 代表 下就是地勇 所以明呢 明坚 陰坚 阳坚 都能够怎么样 不会有分隔 所以 那些法师就说 哦 明阳两利 哦 总之这个法师 把这个差 明阳两利 就是说 不论是 超道祖师 还有阳坚一段 都能够怎么样 哦 新的 能够增幅延寿 过去的 往生了的 能够 尼虎得乐 金毛 齋主 某 通常 三氏系练 都是 多数 都是 譬如好像 叶举里面 是为某一个人 所以 这个某 是说的 齋主 功德主 为某 这个某 就是他的望者 街奉 就是 刚刚 你遇到 遇到什么 谋之旗 譬如好像 哦 刚刚那世 头七 头七之旗 或者 这个已经是 啊 有没有园馆 哦 满 没有堂 放下 放下 哦 差不多二七 或者三七 是到他某一日的期限 这个意思 特请山增 登座 依贫教法 作三事 系练法事 这里特请这个山增 这个是主法者 这段文因为是主法说的 所以这个山增是主法者自欠虚 因为通常出家人以住山为最主要的地方 所以很多印度他们通常在山林、树下居住的 特请山增登座 登座就是登座说法 就是为亡灵说法 所以真正的法座 就是旁边有一个少少 有几级楼梯的 这个稍微 这个是少一点的一级 如果真正 现在比较少了 宝莲禅子 它的法座真的高 有几级的 三、四级的 如果大家有发觉水灿 水灿知道的典故就是 但是 当时就是 因为 那个角师 就是皇上送给那个角师 那些人 它那个法座是坦克木造的 那个法座的病 它是无法灯的 灯的法座 好吗? 哇 沉香 沉香多钱 几千元两 哇 这么高的荣誉 我们把一个名利 追了十世的冤身债子 土去人面创 这个是水灿典故 这个角师就是摸到发座 登上发座的时候 建了一个名利的摊 所以我们知道 有点过去知道 真正的发座 有几级楼梯 好像一个小小的梯 楼梯 然后上高座 所以经常有规定 讲者高座 听者下座 听者下座 听者下低 比讲者稍微低一点 所以当时的重林的规矩 通常会照正规矩 照正律义制 特请山珍登座 特别请山珍主法 登座说法 所以依憑教法 作三式系念佛事 就是依据佛陀所教的佛法 作三式系念佛事 麗而忘灵 遭此圣缘 致柔肃威夷 来临坐下 功成妙法 一心受 vict 这个是那意 就是你们 这个是意的座语词 你们的亡灵 遭到这么好的殊性恩怨 比其他围馆旁边的堂 在那里叮叮叮叮叮 在那里教的 丢盆和破坏地 都做了这些对亡者无用的东西 你们的亡灵 今天这么好的亡灵 有你再细的眷属 能够为你请私 来作一个三时系列法师 这个是这么好的因缘 所以你们 你的亡灵就说 你这个死者要怎样 来到呢 应该要认认真真 严肃肃 所以大家有一样 去到参加法会也是的 大家参加法会会觉得 有不同的道场 不同的作风 有些去到差不多时间才会认真 那些法师入场 开始了 有些就不是 要排斑 然后大家不准出声 进去 然后在电堂里面又不准出声 哇 这么严肃的 大家这么久没见过 想打个招呼 然后看到 哎呀 真是微笑 不可以说 哎呀 好了 没见了 不可以的 是否这样不好呢 其实这样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让你们这些心静下来 让你们这么难的机会 去到法事里面 能够专心去读经 专心去念法 专心这件法事 希望你们有所得益 所以有些人参加法会 有些人为什么会 哇 拜完之后很舒服啊 很 哇 有法气呢 有些人拜完之后 一样 下了之后 召了去叉叉叉叉叉 一些得益都没有 刚才好像不知道 在做什么都没有了 那为什么不同呢 就因为他对这个法事 能够得到多少利益 所以道场要求你嫌疑的 就对你得益越好 越大 我们佛教也说 严丝出高徒 是不是 你看看这些学校严严的 出来的学生是不是精英 所以冷冷散散的 你看那些 好像你们现在知道还有没有 早期还说什么 什么弹瘟那些 那些就是那些差点学校 出来的除了自己争气 那些未必不会太差 只要自己争气 争气也有精英 所以当遇到这么好的圣员 朱发就说你们要应认真真 要认认真真 严肃归宜就要认认真真 不要东张西望 还在想东东西 要专心来到 要认真的很好听 圣经文 听法 希望能够得益 但是听完之后 能够超优 能够得到 好了 开完试后 接着就练佛了 在凌前开完试后就练佛 接着回到佛前 在这个时候 大家一起唱《怒香站》 唱完《怒香站》之后 主法又开始了 我们看第十页 此一瓣香 根盘劫内 枝波尘环 不经天地以生性 起属阴阳而造化 热向牢中尊身供养 尝住三宝 拆海万宁 此一瓣香 这个瓣就是一瓣一瓣意识 好了 一瓣枝的檀香 为什么后面说 根盘劫外枝波尘环呢 这是以一棵檀香树来譬喻 譬喻什么 根盘劫外 盘的意思是缠着 根盘劫外枝波尘环 身形的检上 可以形容 根盘劫外枝波尘环 根盘劫外枝波尘环 柄鼠 根盘劫外 这个譬如时间 时间很长远 为什么 好像圣佛话 要经过三大阿僧其劫 所以这个譬如很长 就是说 这个坛香 我们煮法是观赏这个坛香 骗到什么 骗到超越时间之外 还有 枝 譬如这个树枝 那些树枝是怎样的 我们看那些树枝 那些树枝是怎样生的 是否一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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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生 所以它是否好像广播出去 音播出去一直传到很远 所以说枝播尘环 这个尘 遍陈策 这个意思是广大的地区地域 就是说 我冠想着这个坛香 所飘出来的香烟 遍于超越时间之外 超越这个宇宙世间 广播到十方遍法界 所以 在这个世间上来说 有没有一棵树 它的根一路前到超越这个宇宙世界 有没有 那些枝 树仪一直有尾生 有尾生 有尾生 无量变 给多少营养 多佳天时地理人 都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没有 所以说 这个棵壇香树 是不惊天地已生成的 它观想着这棵壇树 它不是我们世间上所想到的 是由这个天地所生成的 所以说 心包泰去 当你的心 看到自己自性的时候 能够怎样 心包泰去 那个量周沙界 比如那个遍陈策 所以说 起属阴阳而造化 这个世间 阴阳而造化 就说相对 有正有负 有阴阴阳 有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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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这个檀香 主法者灌顺的檀香 所供养这个檀香 的香烟偏法界 辟阴阴阳 辟阴阳 辟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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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的? 专生供养 专系 供养是怎样的? 这支檀香 点燃在路上 一路飘回出去 为了供养是什么? 供养上驻三宝 擦海万灵 上驻三宝 大家是不是很多时候经常有读到 就算是受戒 受三宝的时候都说 上驻三宝 三宝就是三宝 佛法征三宝 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上驻三宝呢? 上驻三宝就是上驻世间的三宝 上驻世间的三宝 上驻世间的佛宝是什么? 是什么? 是佛像嘛 那上驻世间的佛宝呢? 应该懂得搭壳吧? 是的 是经典的 上驻世间的增宝 就是出家中了 所以这里说 专生供养是什么? 冠上驻 我已知彈香 不只是供养 我们现在在法事上的佛像 在供养是什么? 上驻三宝 上驻世间的佛像 任何空间里的佛像 经书、经典 还有一切的出家中 还有刹海万宁 我们经常听到 人是万物之灵 是不是? 听过 所以灵是代表有灵性、有灵魂的 所以一切有生命的 你看 心多广亮 不只是供养三宝 还有刹海万宁 一切有生命的 都供养 还有 极乐导师阿弥陀佛 欢迎世智清淨海众 还有 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 欢迎菩萨 大世智菩萨 清淨大海众菩萨 总之极乐世界所有菩萨都包了 所有佛菩萨都包了 都怎么样? 色象、真香、普通供养 哇,很厉害 全部都能够仗著 真正的供养这个 这个佛香、戒香 都能够供养 不只是供养现前所见到的相主三宝 一切众生、画戒众生、普通供养 所以后面唱三清的香云丐菩萨摩萨 就开始第一堂的法事 每一堂的法事、三事 都是会练《弥陀经》的 必然的 还有一定会唱《阿弥陀佛生生风式》的《赞佛计》 一样的 好了 《弥陀经》 因为时间关系 就在这里不和大家分享、解释 我们遣去三十六页 三十六页 道完《弥陀经》 念遥往生咒 唱完念慈菩萨三清之后 主化的就有首歌 《世界何缘清极乐》 《只因众苦不能侵》 《盗人若要归沉归路》 《但向陈中了自心》 其实这句也是我们会发觉 《中风禅师》每一段开示之前的解纵 它互相前后又呼应 前面说 各海虚空起 梳婆叶浪流 若有人登彼岸 极乐有归航 这里就呼应它了 《世界何缘清极乐》 梳婆世界究竟有什么因缘叫极乐呢? 不清其他一定说它是极乐 不是快乐是极之快乐 为什么呢? 快乐和什么相对呢? 苦嘛 所以说 《只因众苦不能侵》 梵有苦的 不论它什么苦都好 总之一些苦都不能进去 好像沙虫水 噴了沙虫水 什么重重引擎 都来不了 只因众苦不能侵 只因在这个极乐世界里面 这些苦都不能侵入去 都有人若要插归路 这里指修行人 你肯念佛 念佛人 你们如果想 所以这个归路和前面 我们在极乐归州 复营上 回去极乐世界 这一艘船 叫做归舟 归航 如果你想走这条路 叫做归路 如果你想踏上归路 去极乐世界 需要不需要去极乐世界 你才知道 啊 到了呢 还有你怎样 才跟极乐世界有呼应呢 但向陈中了自深 这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 你要跟极乐世界相应 就要怎样 要跟它一样的嘛 如果你的心还骚髒的 啊 你能否去到极乐世界 去不了 相应不了 呼应不了 所以你的心要怎样 跟极乐世界要有相应 就是你的心要静 要清静 所以你要 虽然你在陈世之中 在这个污染的陈世之中 但是呢 你要呢 在这个心里面 回光返照 了自你自己的心 要清清静静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说 跌落世界 在一个清静国土 我们为什么要上去呢 我们因为觉得那个土很静 去到很开心 很安乐 很自在 你感觉很安乐 很自在的时候 心里没有清静 是不是没有烦恼 所以 如果当你觉得 我心里很自在 我放得下冷 我看破了 不是放弃 是算了 灰心 是很开心 很自在的 你说和极乐世界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所以 也告诉你 如果你想去极乐世界的 你想有体验的 不用到将来 你现前 你还光返照你的心的时候 你的心保持清静 安乐 自在 破除自己的执着 不要被境所转 当下你就是去到极乐世界 当下你的心已经是一个什么 静土了 你所有人都是你的善知识 接着 开始文了 深深跡佛 提护素乐 下不治与生 佛佛遗心 叉穿平凡 尽从今出 这里是两个譬如 不同的譬如 但是都是告诉你 什么呢 深深跡佛 深深跡佛 就是这个心 第一个心是真心 第二个心是妄心 就是说 深深跡佛 真心妄心 都是什么 都是 本性是佛 为什么有真心有妄心之分 是我们 为是众生 不是佛 有些人不信 没有道理 明明佛很自在 解脱了 要来去自如 经常说 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 故名而来 多自在 来去自在 不用我们 想去哪里 就算想去旅行 又有时间 又有钱 等等种种恩怨 又要没有人障碍 买家人 哇 你经常去街 我的 臭惯孙的 我的孩子怎么办 没有人理 对啊 有很多障碍 所以 怎样是不同呢 怎样是一样呢 下方又说了 提胡桑落 孙子与生 提胡桑落 这个落就是语落 语落 是否由奶提炼出来的 而娱乐呢 再去提炼呢 就是叫酥 那些酥油 那些酥 提胡呢 就是由酥再提炼来的 很多人看经典 看一看提胡 看的不是什么叫提胡呢 很多法师都解释不了 提胡啊提胡 有位老法师 他识时讲经的 当他讲到经上的提胡啊 是一个阿摩罗果啊 都肯定是 照经典上解释 肯定是解释不了 因为是印度嘛 是印度的食物 所以有一次呢 他去朝圣 跟一团人去朝圣 他就专门呢 就是一个印度人 他懂得说我们中国话的 他就请教他 我想知道 什么叫提胡啊 什么叫阿摩罗果啊 自那次之后 他就知道了 所以在 讲座里面 他就告诉 那些听众听 原来提胡是什么 沙律 因为当时 印度的时候有这件事 中国没有的 所以 译出来 只有译回他的印度话 到今时今日当然有 因为中西很多时候 已经合辟 大家的文化交流了 所以 好像台湾叫沙拉 我们香港、中国叫沙律 原来就是提胡 印度叫提胡 阿摩罗果其实是什么 是花石楼 他们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他们是最特别的果 最香又甜的 那就是说了 其实 梳也好 酪也好 酪也好 提胡也好 都是什么 全部下不至于生 都是由奶所提炼出来的 好像 那些腹竹 是由什么提炼出来的 黄豆 黄豆将它煮成 那些水、浆 煮热了 煮烂了 打烂了 煮烂了 然后瓶了 面那层 那层是什么 腐皮 所以腐皮是最贵的 买的 你们吃齋的 吃长素 买的素食 就知道了 腐皮是最贵的 接着那层是腐竹 最差的那层是什么 甜竹 全部是由什么做 黄豆造成的 所以这里就是说 提胡、桑落、狹子与生 所有的桑落、提胡 都是由奶所生的 佛佛为心 叉穿、平伴、尽从金出 叉穿、平、盘、尽从金出 这些是一切的 叉、金所造 这些是首饰 尊是由金所造的手额 金瓶、金瓶、金盘 一切都是由金所造的 十万亿情 东西不隔 二六时内 繁盛同途 所以 为什么前面说 那些香烟可以变化界宇宙 每一个角落 这样也可以变化 不论 很远、很近 一切万灵 菩萨遍十八界都供养到 就是什么意思 十万亿情 东西不隔 这个十万亿情 为什么要说十万? 因为《弥陀经》说 《安弥陀佛从事西方过十万亿角土》 所以说 就算这个十万亿 这么长 这个路程 都是什么意思 东西不隔 东 譬如是娑婆世界 西是极乐世界 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 有没有分隔? 没有分隔的 二六时内 这个是二六 一十二 就是什么? 十二时辰 就是二十四小时内 都是什么? 凡性同途 就是我们凡性 都是同样一条道路 没有分别的 分别的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分别执着的心去分别 所以下面说 低头合掌白玉毫 不论你是低头 一低头一合掌 去青阳白玉毫 青阳佛陀 我们计算很流行 白毫上光 这些是赞叹佛陀 三十二上的 都是什么? 升明日丽 星 他那种 在晚上的星星很光明 日头很明丽 这个 一夜都是什么? 都是很明亮 是没有分别的 不论你晚间 都好像星星那么光明 所以 有没有凡性之明? 所以 你歌蕴赞羊子金庸 听阳 听阵雷轰 就算你 哇 好像以己仲 以赞 来赞羊 佛陀 紫金庸 就是赞羊 佛陀的上茅 赞到怎么样? 听阵雷轰 哇 用声音很庄严 很响亮 很响亮 都是怎么样? 清亮月鲜 游水佳陀 就是说什么? 千光游水千光月 就是说 这个月亮 天空上的月亮 会不会有分别? 这个是中国的月亮 这个是外国的月亮 所以说 外国月亮特别圆特别大 是不是? 当然不是 是为什么? 因为在外国的时候 当月球和地球运转的时候 去到外国的时候 月亮是比较接近 月球比较接近他们 所以是近距离 好像我这本书 我看到很大 去到你们的角度 是不是很小? 所以分别的 只是我们的妄想分别 千光有水千光月 你去到黑龙江的月亮 那个江河里面的月亮 一样 都是由天空上的月亮映下去的 跟我们现在香港看的月亮一样 只是有远近的大势之分 所以功德患而无生不大 所以 这个 你会发觉它形容月亮 或者形容云 就是乃至到大笨象的象 都会香的 为什么是香象? 这个形容 以这个 性为 一个 自觉悟性来说 就是告诉你们 我们的佛性 这个清凉月的佛性 你去到哪里 你的佛性 你的智性 去到这里 一样是如此光明 在我们是如此光明 就算在猫猫狗的屋里 一样都是如此光明 不过它们迷了 它们业力所障碍了 遮蔽了 它们一样是如此光明 所以我发觉 你为什么月亮都赚到清凉 云 怎么说功德 这个是 已经披过佛性 所以 就 告诉你们 这个云 去到 如何 在山那里 无论是 扯其山 乃至到 你去到喜马拉 阿亚山 一样是如何 天空上的云 它不是一路都是 天空上的云 好像顶大树 都是 山顶上 都是看到这些云 它会不会在山顶上 不是 它是不肯的 说那些云 你不准来我救山了 我不欢迎你 没有的 是吧 一样在山顶上 只要是这个宇宙世界里面 都是有那些云 乡象到河 一样 我们看不到 印度 就会看到 象可以过河 所以 是说什么 一举鸿鸣 超异死 为什么 一举鸿鸣 这是不是超生死 还是超异死 这个异死 这个异死是什么 这个异死是两种死 我们凡夫 未解脱的 就是 这个生死轮回 这个生死 这个焚断生死 什么叫焚断生死 每一期生命 好像 我这个业力完了 跟着 这个果报完了 我们耐世 随我们的业力 又是另一个生命 我们的 噩 业痛 或者 啊 啊 忏忏 孤寒 经常说 你忏忏就是足生 你忏忏 或者是亲信心肿 我俄罗币 做毒蛇 随你的业力 又另一个生命 所以叫分断生死 而圣人解脱他 他仍然被解脱生死的时候 便逆生死 就是他的境界 他收得越高的境界 他越好的 他就会 有一个境界上面有便逆 所以叫便逆生死 而一举鸿鸣 超生死 就是真正正解脱这个 生死轮回 超脱了 永远解脱的 一举鸿鸣 鸿鸣当然指我们 这里所提倡正道的阿弥陀佛 所以 嘉灵出殻 千清交好额裙音 这个嘉灵就是一只鸟 我们阿弥陀经也说 嘉灵瓶鸟 这个是印度有一只鸟 它的音声非常好听 好听到他在鸟里面 就来出生 只要他承认 他都会发出声音 所以他就以这只鸟 嘉灵瓶鸟 就譬喻 譬喻好的声音 嘉灵出殻 千清加好额裙音 这个佛好声 好听得怎么样 如果你们有看电视 因为电视 我未出家之前也有看过 以前还有讲者 厌压裙方 我都记得低句 所以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说 什么都比不上 什么都比不上 这个佛号的音声 下情 唯犬以难思 一念梅荒 而往 下情指众生 众生 唯犬 就是推 想 以难思 真是不可思 怎么想 照我们世间人逐世所想 什么理由 我点这支香 会骗法界 不要说骗法界 门口 你不是真的 一两个一千多元的香 门口都闻不到 除非很炸得不得了 那些香 可能会闻到 要么是极臭 要么是极香 最多是门口 就算咖啡香味 最多是升降機 哇 竟然 主法他说 哇 遍化界 供养 佛菩商之佛菩萨 哈之地鹅鬼畜生 都能够供养 以我们凡夫俗子的思维 想不想得到 真是不可思议 但是只要我们怎样 真正的回光返照 一个清静的心去回想 去想 而往 就很容易 就能够达到了 其实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否在从事西方 那十万亿国土 有一个阿弥陀佛 明约去极乐 极乐世界是否在那边 这里说 究竟不居心爱 分明只在目前 这段文 中风禅师每一句话 每一段文都劝我们 如何 阿弥陀佛 不是在从事西方那时 是否在角度这么远 你不要想这么远 因为想到这么远 哇 这么难 如果小时候 说要考大学 说要怎样 这么难考 有退心 告诉你 不是去到这么远 不是这么艰难 不是去心外面求 分明在目前 在你眼前 为什么 只要你一念的心静 一念的心 没有执着 心静 即是角度静 你的开心 你开自己怀抱 安乐自在 你看到你的冤親寄主 你都很开心 因为 原来令他知道 我心里有多大 不过这么小 我还在那里介意着他 咦 我不计较了 原来我心里 根本不会记挂他任何一样东西 我不会被他所转 我不用去市场考试 我不用见到阿弥陀佛 我都知道我自己的道行有多高 不用我弥陀佛 来跟我授记 我自己心知肚明 因为怎样 究竟不居心爱 分明只在目前 所以 审如是 就叫他们 你们想想 自己审察思维下 即今众等 是念 弥陀 三是佛事 就是 现在你们大家 其实众等 不是只亡灵 那么简单 听者有份 只要你们一心练阿弥陀佛 这个三是佛事 你不要想他要 要在修正上面 要亲自阿弥陀佛 香沉 池池 四色化 如果你 心能够安乐自在 清静 没有给烦恼所烟沫的时候 又要去极度 听到的声音 如什么 那些树吹来 叮叮当当的 听到的都是 很好听的 很像基督徒世界 小鸟唱出来的歌声 是什么声音 发好声音 树 流水 全部 都是 念花 念花 念珍 是吗 明彼陀经 是不是 都知道世界 就是回光反哨 只要你的心 能够明恩色火 能够知道我们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解决怒 将来要了住生死 极乐正土 是我暂时的角土 到我有得有道的时候 再来疏破世界众生 来度化众生 动放生结缘 行菩萨道 然后圣佛 动众生 所以 风阴树树千般乐 听到的声音 都由于在极乐世界 都令你快乐节在 香沉 慈慈 四色花 由于在极乐世界 那些池里面 那些生的莲花 四色花 在阿弥陀经里面 讲的莲花 有四种颜色 青色 青光 黄色 黄光 赤色 赤光 白色 白光 这四种是原色 原额色的 接着 就是弥陀解 然后就是脸佛 唱赞 唱完赞 之后又有一首解 好了 刚才说的 是否同前面呼应 前面的解 一味 就说苦 是不是 说苦 好了 这里就说了 诸苦 重重 贪欲起 不知 贪欲起 于何 因望 自圣 彌陀佛 意念 分辞 总是莫 这里说 一切的苦 都是从什么来的 贪 因贪 生辰 因辰 生辞 贪辰辞 贪亲亲 互起互动 你得不到 喜亲心 所以 一切的苦 苦就是不自在 身心不自在 由于什么 他起个贪心 贪享乐 这些由于不知足 由于贪欲起 那么贪欲在哪里 不知贪欲起何 在哪里 因望自圣 彌陀佛 因望静的 本来自圣 彌陀佛 彌陀佛 就是我们本性 因为这个淨土中的代表 就是阿彌陀佛 就是指我们的觉性 意念分辞 总是摩 起种种的妄念 不同的妄念 纷扰着我们的心 都是什么 心里面着摩 凡是不正念 都是摩 为什么叫他摩 因为扰了我们正念 所以后面就说了 《教宗道》 《生而无生》 《生而无生》 《教》里面说 《生而无生》 《生而无生》 这里后面 因为法师是古时代人 所以那时候是闻而闻 所以稍为是深一点 但是呢 其实 都是说来说去 都是说我们的智性 和妄念 这个《生》 譬如什么呢 譬如我们的外相、境能 有生 有面 这个《生》 而无生 这个《无生》 就是说的实相 本性、智性 是不生不灭 所以叫做《无生》 所以说 《生而无生》 《生而无生》 就是 that 就是这个外相 这个景 本身 就是实相 其实 它的本性是什么 都是很清澈 很安然 本性是如如不动 很清晰的 无生而生 业果掩耳 就是这个无生 无生 这个无生就是 前面所说的实相无生 而生就是说外相 为什么在无生里面而生呢? 就是说在本性、自性里面 为什么又会有一个外相、不生出现呢? 就是因为业果掩耳 因为你这个无生 这个外相里面 令你妄想执着 所以你有做业 由这个妄想执着 做业 做业 产生这个业果 所以掩耳就说 分分明明 如是因 如是果 分分明明 如是因 如是果 掩耳 所以 所谓生者 即众生 心灭 之即也 所以 刚才跟我说 生是外相是景 所以下面再解释 所以不用看整段文 哇 鼻垃这么长 又生 又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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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要说法师 啊 要你听啊 法师要那个亡灵听啊 可能不知道听 就会生起畏惧 怕 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 其实呢 后面的文呢 中风小诗很细心 后面的文 都是再不停不停的 以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字句来解释 所以说 后面说 所谓生者 即众生生灭 之即也 就说 什么叫生啊 就是众生啊 生灭啊 就是我们的网念啊 迷是众生嘛 就是因为我们众生 迷的时候 有生生灭灭 这个 迹象啊 什么叫无生啊 就是我们的本性啊 迹诸佛 直灭之本啊 就是呢 所以说 直灭涅槃啊 圣佛 是直灭涅槃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无生啊 佛声是不生不灭 所以就是无生啊 所以 后面又解释了 法声暂然者 灵命直正 这个圆呢 因为它译的 是照字译的 应该是圆妙的圆 圆妙的圆字的 不是这个一圆的圆字的 圆妙真相 这个读的个是虎字的 个个不无 人人本具 这边就说 什么叫法声渣脸啊 就是说 它的灵 灵代表着聪明吻字 就是我们的本性 其实是很聪明吻字的 为什么不说 聪明 直正呢 因为聪明呢 我们也听过 聪明反备聪明 聪明呢 有正有邪 去打劫 那些都很聪明的 知道如何去打劫 都很聪明的 但是这个是邪惠 这个不是正知正见 这个所以 是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而这个灵呢 是代表正念 有一个正位 所以是聪明 敏智 灵明 直 暂直 法声本来是非常聪明 智慧 很敏智的 很清澈 看到的东西很清 很厉害的 所以要不要真相 个个不无 人人本具 其实这个佛性是怎样的呢 不但佛陀在菩提树后 表现我们知道 现在 中风禅师亦都告诉我们 就是说 我们人人本具佛性 个个都有的 不只是成佛的佛性才来 佛性不是另外一件事 是本具 也不是说 好像其他宗教说 信者得救 不信 我不救你 不是的 我们自己救自己 所以说 佛性本具 我们觉者本具 所以 佛是什么 觉悟的人 都是人 他是觉悟人 我们就是迷了的人 所以叫众生 所以 发声什么 他是很玄妙 是很不生不灭 永恒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心里存在的 本具的 为什么我们大家不知道呢 后面说 子恩最初不觉 忽然动心 应妄为真 为己族物 就是因为什么呢 子恩最初不觉 为什么说 子恩自己呢 什么时候 不知道 为什么最初不觉 这么渺茫呢 这个呢 就引用世间的一样 很多事 会引用的 不要拗 今时今日都在拗 究竟有鸡鲜就有鸡蛋呢 你说有鸡鲜呢 那鸡在哪里 鸡蛋 有鸡蛋 鸡蛋又从哪里来 所以 告诉我们是什么 世间万事万物都是 无耻无重 没有过去某一个时段 也没有未来某一个时段 所以这里说 子恩最初不觉 只是因为什么 最初迷了 迷了怎样呢 忽然的 忽然动心 就是这样 起草妄心 认网为真 也解认了外面所看到的 由网念所看到的 这些景当是真的 所以 迷己族物 被境所转 追于外境 执着于那个人的说话 起亲心 做业 执着于那个人的相貌 迷了他 追了他 那个人明明在背后 你朋友看到他不好的 你家人也看到不好的 不行 我看了他迷了下去 我怎么也要娶他 怎么也要选他 迷了 这样 慢慢追着那样东西 所以 由于我们被网念 被外境所转 迷了下去 幼思 业妄 牵前 流转于五度 所以被业力 做了善业 恶业 就被善恶业 在这个 为什么说不是六度 五度 少了一度是哪一度 大家知道吗 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 偏于人道 你亲心起的时候 说 哇 阿修罗来了 阿修罗也在天道 阿修罗是怎样的 他有天福 但是他亲恨心从 他经常跟天解人天打架 打得不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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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亲恨心从 他有这样的福报 所以 阿修罗道 在小圣佛教 归在其他道之中 所以是五度 行转生死已生沉 紧古至今地微间 就是不停在生死里的星星沉沉 由古至今 遍这里 紧古至今 就是说 空间与时间一样 延续不断 所以 当之 当之生至原生 而发生不与原俱生 灭自原意 而发生不与原俱灭 所以云发生暂然 是为生而无生者也 无生而生者 后面那段 那这段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由于我们的网念 追于网念 一会追追追追 所以沉沦是这个 我们习惯了六度律运 在在神学的生死里面 Tet 一切说 is 要明白到怎样 要超出生死要怎样 要明白到一切都是从因缘而生的 一切外境是从因缘而生的 我们的法性有没有从因缘而生的 没有 所以说法性 愿是俱生的 因为我们的法性是如如不动的 因为外境会有灭 生灭的 灭自缘灭 灭会从缘 所谓缘起缘灭 因缘罪则生 因缘散则灭 法性会不会?不会 因为它是本子具足 永恒存在 所以说 所以运法性暂然 视为生与无生者 解释前面那句 什么是生与无生啊? 时间差不多了 我后面那段留下 下次跟大家分享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